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 1月30日 第一卷第六章 一节A 上帝赐给我们圣经 唯有借着圣经 我们才能真实认识他 在每个人眼前 天地万物的朝朝见证 就足以证明人的忘恩负义 是无可推诿的 他以普遍启示 彰显其伟大荣耀 也就定了普世人类的罪 然而我们需要更好的帮助 来引导我们到创造主面前 所以他赐下他的话语 光照我们的心 以显明他自己 使我们得救 他将此恩典赐给我们 为要我们认识他 与他亲近 他知道人心善变 且容易摇动 所以在旧约时代 拣选了犹太人为选民 就保护他们 如同牧人看守羊群 以免他们和其他民族一样 继续现意虚妄之中 他以同样的方法 保守我们 使我们不失去对他的 纯正认识 因为连那些在人面前 看来站立得稳的人 也都是不能持久 而说到就到 正如那些近视或老花之人 你将一本最优美的著作 给他们看 他们即使能看见白纸黑字 仍是模糊不清 看不懂 但是有了眼镜的帮助 他们就能清楚辨认 所以圣经能消除 我们心中对他 混淆不清的观念 能解除我们里面的 愚昧鲁钝 使我们清楚地认识真神 因此上帝特别开恩 为了教导他的教会 不但是使用口才不足的教师 更是亲自赐下话语启示 他不仅是教导选民 要认识神 更是清楚宣告 他自己就是他们应该 敬拜的独一证神 他对教会所采用的方法 就是除了普遍启示之外 更以自己的话 写成圣经传给我们 作为更直接 更确定的标准 来认识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